游客来到槟城 千万不可以错过的地方 马来西亚槟城美食及旅游偏一 游客喜欢到马来西亚槟城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吃遍槟城州美食 今晚是星期五晚上 槟城州霹雳露的夜市 游客都是不会错过的地方 夜市里有卖各式各样的物品 还有非常多的美味街边小吃 墨镜哥阿易现在就过去看有什么好料吃 由于2021年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管制 夜市已经停止营业一段时间 现在终于开业了 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四十分 人潮已经有了 注意事项 进入夜市的人需要 一扫描二测量温度三 确认完全接种 这是巨油包啊 猪肉包啊 每天的葡萄鱼 哇很少人卖到这个 这个很少人卖的 哇好像很好吃这样 试试看哦 还三块钱罢了 我看一下啊 有什么叉烧味 是这个原装 原装猪肉包 加里味 三块 黑胡椒 像鱼仔 沙啡 骨肉肉啊 这个全部下面里面放盘的咖啡 这有猪肉有咕肉要什么啦 这是每一个都不懂果味咯 这个是它的香料啦 前面都是香料啦 这个卖很多年了 那啥在Binang 没有吃过 27年了 27年了啦 这个uncle 平常时候在哪里做啊 uncle 现在没有什么做啊 没有什么做啊 什么做啊 咖啡 是 这有心理 这是什么做 这正事 是 么 这个 因为 特别印尼 鸭啊也有 鸭子也有 给我看刚才讲什么 鲁肉包 鲁肉包那个啊 我试试看啊 好 没有传给第七班人啊 没有 没有人 呵呵 现代的人 你开班叫土地咯 有很多啊 这个 很多工啊 比较辛苦啊这些啊 对 年轻人不要做了啦 年轻人都不要做 不是哦 现在很多年轻人来做巴什么了吗 那个是我救手币啊 哦 安哥你也不是很老啊 要80岁了 你乱乱讲最多是50多 姓老了吗 姓老了 姓太老了 从哪里来 平年人来 平年人 我说到平年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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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年人来 因为 现在的 股早味啊 越来越少了 我看到都四川了 也找不到他以前的味道 怎么喝醬 古早味的美食越来越少了 老板感慨很多美食很多都失传了 也找不到了以前的味道 旁边看老板私心的 专心的把每一个猪肉包做好了 经营每一门生意都不简单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生活都不简单 就在这边祝福这位老板生意兴隆 这边看过去还有卖鸡蛋糕 好吧 我们就走过去看看 还有什么买的 好吧 好吧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下一期墨镜哥 再为你介绍另一家美食哦 谢谢你们的支持 记得点赞订阅 和关注哦 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现在的支持 你把它变成了 我们要找更多的 我们要求赞订